您好,我是昆仑刘石,欢迎您来到书馆啊,咱们一块聊天讲故事,您看啊,前两集啊,咱们把这个光险四大战的时间,人物以及背景基本上都交代清楚了,今天啊,咱们肯定得讲打仗的故事了,不过呀,在这个打仗之前,我先得跟您交代一下这光险四到底在哪儿,这光险四呢,按现在话说呀,它是蒙古国,哎,对了, 依然不是咱们国家范围之内了,在蒙古国的哪儿呢,在蒙古国的这个乌兰巴托附近,杭爱省的哈达和林,这哈达和林现在属乌兰巴托管,但是它是一个什么等级的行政划分,我没有查到,在这儿也不敢瞎说,因为这蒙古必定离咱们太近了,远着点的,我还敢呢,给您编吧编吧,在查找资料的时候啊,我就有很多的疑惑,什么疑惑呢,就是现在我们掌握的资料, 您看现在这座古城啊,有的资料上讲啊,这就是厄尔德尼州,这厄尔德尼州啊,是这个光险四的蒙古名字,也有人说呀,不是,哎,这中间啊,这一小部分建筑才是这个光险四,可是呢,又有文献介绍,说这个光险四啊,是被108座白塔圈围而成, 那现在呀,广看这些图片就很让人费解了,有人说呀,这白塔圈围的这一块啊,就是光险四,也有人说白塔圈围的这个地儿啊,是哈拉荷林的古城遗址,我是倾向于后者的,我不相信呢,这庙有这么大,像一座古城的成员一样, 并且呢,这庙中的建筑如此之稀疏,还有一点呢,很关键,就是如果当年那场战争啊,在这能藏兵的话,那么一座庙能藏几个兵,我看啊,还是兵藏在古城里,相对合理一些,广看照片呢,这座哈拉荷林的古城啊,是相当壮观的,并且这一座光险四啊,也是非常的古朴宁静,得机会啊,咱们一定得看看去,当时啊,在这个附近有一座 很大的城市叫库伦,如果从时间上推断这会儿的光险四啊,应该正是香火旺盛时期,因为光险四很肯定,它是一座喇嘛教皇教寺院,也就是格鲁派寺院,我们知道啊,在元朝的时候,这元朝人呢,他可不信格鲁派,他们信的这个喇嘛教啊,属于是宁马派,所以我们就能知道啊,这座古城虽老,是元代的,但是这座寺庙,光险四, 并没有那么悠久的历史,它是万历十四年,那年按这个西历算啊,应该是1586年,才建的这座寺庙,那是藏传佛教在明末清初,再次在蒙古站稳脚跟 以后才开始兴建的,哲不尊丹巴的转世灵童,也就是二世哲不尊丹巴,当时就生活在这座库伦当中, 为什么我们总说啊,它是一世的转世灵童,而不说它是二世呢?因为啊,这个原因很简单,听过咱们前番啊,活佛转世那十二集啊,您肯定就知道了,因为这会儿啊,这二世肯定还没有受戒坐床,所以说呢,它现在呢,在喇嘛教的意义上讲啊,还是转世灵童,并不是活佛, 我想准干人来抢他的意思,也是趁他还没有坐床,没有受戒,把他抢到伊犁河谷,在那儿啊,由高僧主持他坐床,受戒,然后呢,再给他找一个和准干尔韩国关系密切的喇嘛,作为京师,那这样以后这哲不尊丹巴一系,就真的受准干尔韩国控制了, 那么说这个小侧灵,就是为了抢夺,折不尊丹巴一系的转世灵童,他抢着没有啊,没有,他来到库伦之后,他才发现,扑空了,那怎么那么瞧,怎么那么寸,哎,这小活佛,折不尊丹巴二世就不在家呢,哎,这就是前文书,咱们留的那个扣子,实际上啊,这些事情,雍正皇帝早有预料, 那还是早在一年以前呢,这喀尔喀蒙古这边的宗教集团呢,就给这个朝廷奏报过,说有这个确切的消息说呀,准干尔韩国的大韩戈尔丹侧灵,要发兵啊,来绑架这哲尊丹巴活佛,不过呀,没关系,我们已经想了办法了,我们就在这杭爱山的一个隐蔽的地方,建了一座小木雷,大概就是小型的木头城堡的意思, 把这个活佛呀,就藏在了这个木垒当中,准干尔韩国人,即便来也找不到活佛,绑架不了他,这雍正皇帝看完这道奏折之后啊,气乐了,他说这不是开玩笑吗,这准干尔人一旦发兵来抢夺活佛呀,他肯定不会是一两百人来,你以为是土匪进村绑票呢,三百人进出水,一放牌子枪,这就算是进村了,哎,人家这准干尔韩国要来抢夺活佛, 肯定是大兵压境,到时候搜山捡海的找活佛,那能不好找吗,再者呢,你们知道你们家门口这儿,有没有这准干尔韩国人的间隙啊,都是蒙古人,混进来几个间隙,摸清了动向,然后回去汇报,那不新鲜,所以雍正皇帝说得了,干脆还是挣公我呀,给你们想个办法吧, 在现在内蒙古的多轮就赤剑了一座扇阴寺,这雍正皇帝呀,还是真舍得花钱,拨了十万两银子呀,把这座寺院修得呀,非常漂亮,就把这哲不尊丹巴二世接到这座扇阴寺当中赞住,本来呀,说的是赞住,谁想啊,这座寺院最后就成了哲不尊丹巴的住地了, 因为呀,这活佛也知道,还是啊,越王内地一些呢,比较安全,所以有了前一年,这朝廷以及呀,这些蒙古的贵族和这些僧众的安排呀,哎,这小侧陵敦多布跑到库伦之后,算是扑了个空,咱们这是上嘴唇一碰下嘴唇,说这个小侧陵敦多布带领了三万骑兵,捋着杭爱山的北路,滴滴滴的,何止啊,是十天半两月那么简单呢,大费周章的来到库伦, 结果呀,活佛不在,扑了个空,他可不干,他觉着,不能就这么空着两个手回去,怎么着呀,也得搭着古草强点忙,于是啊,就洗劫了附近的牧民,他们就发现离此不远呢,有一座蒙古人的大营,这里边住的全是牧民,看样子这大营里也是大有财物啊,说是大营,其实就是牧民的聚集点,可是他就没想到这座大营的主人呢,不好惹, 哎,这就和尚文书接上了,这座大营的主人是谁呀,这儿啊,就是俄复伯尔基奇特策林的老营,对了,他把他那个前官老婆呀,和那个两个儿子就安置在这儿,这才有的尚文书咱们说的,这策林的军师谋士,给他出主意,让他选择正面的迎敌对敌,当然了,得联合当地驻守的清军,不能直接就回北京报信, 这策林觉得有道理,说干就干,那第一件事,这是联合当地大清朝的驻军呗,这俄复策林亲自到了查罕首尔清军的西北大营当中,就见到了清朝在西北大营中的主帅顺承亲王西宝,这会儿的西宝啊,正位前方没能派出大军去堵截小策林敦多布而懊悔呢, 那他急什么呀,他急呀,是因为挨了皇上的骂了,一听这策林要和兵啊,他立刻就答应了,首先他知道策林的身份,这策林啊,和他一样都是满清的皇室,只不过这策林啊,是内亲,贵辈的,一家子肯定不说两家话,这西宝连忙表示啊,说有多少兵使多少将六姑父,您一句话的事,怎么还六姑父啊,爱心觉罗西宝啊,红字辈,也就是说啊,他和乾隆是一辈, 哎,这和硕纯雀公主啊,康熙的闺女雍正的妹妹,那可不是得管人家额夫策林叫姑父吗,这六公主啊,虽然是康熙皇帝的第十女,但是是叙齿第六女,也就是啊,能长到成年的女孩里边第六位,所以叫六公主,这是在皇上家得称呼人家爵位,这要是在民间呢,得管人叫老姑奶奶,那位说怎么辈又乱了,不是,这满族就是这门叫,哎,平辈嫁出去, 嫁出去的姑娘啊,叫姑奶奶,哎,这长一辈嫁出去的姑娘啊,姑姑辈的,叫老姑奶奶,哎,那这事呢,您可以参考这个大宅门红楼梦,咱们在这儿啊,就不过多的掰出了,其次呢,他也知道,这策林啊,并不是广,是俄妇那么简单,他还是啊,这康熙雍正父子,两辈子的宠臣爱将, 那么说这仗怎么打呢,这两家商议以后,决定这西宝啊,还是留守大营,两处合兵的八旗兵蒙古兵都由策林一人指挥,这西宝就说了,老姑妃,我给您最厉害的部队,去给您打前锋,先是索伦兵后是八旗兵,两分冲锋下来啊,就保证,让这些恶鲁特人呢,前锋部队一个不剩, 这策林说呀,不行,咱们呀,还是让八旗兵打前阵,咱们不能使精锐部队,咱们要换上啊,老弱残兵,那策林的意思是说呀,我所以请王师者欲以其耳敌,王师纵强,焉能敌比,百战之势,他的意思是说,让这些软弱的清兵,在前边诱敌深入,把敌人好引进埋伏圈,从这一点就能看出,显然,这俄夫策林,他有这个大将之才,怎么呢? 他有这个逆向思维,他用准杆尔人的眼光啊,来衡量这群八旗兵,这会儿的准杆尔人认为啊,这八旗兵,俨然已经被他们打怕了,那如果他们看到八旗兵打冲锋啊,他们就不会放在眼里,先锋部队往后一败,这样的准杆尔人肯定是大军压上,也只有这样才能起到啊,诱敌深入的作用,还有一点呢,俄夫策林,也预判了敌人的预判,这是什么呢? 他知道最近一时期啊,他领着兵和这准杆尔人的战斗啊,胜多负少,所以这准杆尔人心中啊,可能薛薇对他有所慰藉,让这些八旗兵打冲锋啊,他也是为了让准杆尔人放松提防,因为有史以来几乎就没有外族的将领 统领八旗兵,那都是啊,齐人来统齐兵,准杆尔人呢,看不起八旗兵,所以说呀,这样布阵,让准杆尔人就有了一种,这是一支八旗兵来和他们对阵的错觉,话说呀,这八月间正是秋高马肥, 俄夫侧灵率领着八旗兵,以及他本部的蒙古兵,就在光险寺附近呢,摆下了战场,坐下了埋伏,从这个小侧灵来的方向,一支八旗队伍是背水迎战,已经布置好了阵型,眼瞅着这小侧灵蹲多步,率领着准杆尔军呢,就来到了阵前, 这小侧灵看到了背水布阵的,八旗兵之后啊,不免大笑,他说,刚刚才被打败,这群八旗又跑来送死,看样子啊,咱们又要增加俘虏了,这小侧灵手下的谋士啊,这会儿啊,就提醒他,说布尔基基特侧灵啊,刚刚被我们打破部落,他岂能甘心呢,我军呢,输千里地来到侧灵的地盘,恐怕这侧灵军呢,在此埋伏,会包抄咱们的后路吧, 这小侧灵听完之后啊,一瞪眼珠子,说你懂什么呀,我呀,对大清的兵力部署啊,以及出兵的规律都摸透了,从来就没有一个外藩的将领能够统领八旗兵的,侧灵啊,肯定不在这儿,咱们放心把这只八旗兵吃掉,于是整顿军队对这只八旗部队就发起了冲锋,也不知道啊,是这只八旗部队真被这种个人打怕了,还是在这之前呢,这俄副侧灵早有安排,总之啊,这只八旗, 跟准干尔军队刚一个照面就丢盔弃甲四散奔逃了,那还等什么呀,这帮准干尔人呢,就随着这群溃灿的清兵可就追起来了,正追着不要紧出事儿了,四外山谷之中,胡家生四起,那么说这胡家是什么东西,这胡家呀,有点像咱们这个民阅里的管子, 不过他比这个管子要低沉的多,这胡家的声音呢,大概其啊,就像这样 哎,您别误会,这段音乐演奏的乐器呀,就齿八,后来呀,传到日本了,我找了半天,网上啊,也没有一段能够激烈,像军浩一样的胡家演奏的乐曲, 所以呀,就拿这段代替一样,好在呀,声音差不多,这小侧灵敦多布一听到有胡家之声啊,知道自己呀,算是中了敌人的埋伏了,远处山岗上大道旗之下,端坐在马上的就是俄夫侧灵,这俄夫侧灵啊,把自己的帽子摘起来扔在地上,一声怒吼道,不破贼,不复官,那意思很简单啊,不杀败小侧灵敦多布啊,我就没有脑袋,就戴这顶帽子了,于是戴了这人马, 冲下山坡呀,就直接插入敌阵当中,那这小侧灵敦多布,被打了个措手不及,只能分兵两路,是阻击敌人,为什么分兵两路? 因为他发现呢,从这个山谷啊,以及光险寺故城里边杀出来的是两支队伍,不但呢,有侧灵的蒙古兵,还有八旗兵,这支八旗兵啊,可跟刚才逃跑的不一样了,如下山蒙虎一般是直扑敌阵呢,冲在最前面这支队伍啊,这小侧灵认识,是一群索伦兵, 为什么呀,这群索伦兵他好认呢,各顶各的手持长毛背背弓箭,一个个脑子上啊,都戴着一个水塔皮的小帽子,哎,这就是河通破之战逃跑了的索伦兵,这群索伦兵啊,回去之后啊,就感觉寒碜了,羞愧难当啊,早就盼着有这么一场战役,好给自己血耻,好给自己证明, 这一轮冲杀之后,在背后啊,可就把弓箭拿起来了,那可真正是强攻硬弩,每击必杀,是为黑水生兵控万贤,美雄逆虎事无前,这索伦兵的主将啊,叫塔尔代,心里更是啊,像压了一座泰山一样,正急着给自己的这支部队血耻,于是啊,策马奔腾,索相披尼,此后啊,得了一个外号叫做塔茂将军,这骑兵交战呢, 胜在抢的先机,哎,这策灵呢,哎,俄复策灵,占居山市之高位,以上往下冲锋,所以这小策灵敦多步这会儿啊,就显出劣势来了,而且这草坑里树丛中,人家清军的炮队啊,是早就准备好了的,等你这个小策灵准备好了,在支炮还击啊,第一轮炮弹,已经从脑袋上边打起来了,哎呀,这回这准个二兵啊,由同砧板上的肉,被清军一通蹂躏,这炮火之声, 正想了一天一夜,准个二兵死伤无数,直到天明的小策灵敦多步啊,才抛弃了所有资冲牲畜,沿着厄尔昆仑河向上游逃顿了,这光险四一战呢,在河滩上扔下了一万多准个二人的尸体,一下子这清军呢,在西北战场上搬回了一局,打了一飘飘亮亮的一场光险四大劫,那么咱们再说这小策灵敦多步,他能顺利的跑回墨西蒙古吗? 按说不能,因为路上啊,有一支清军大营,这支清军呢,就驻扎在扎克拜达大营,要说这座大营的主帅啊,他没什么名气,他爷爷跟他爹啊,那可是常看清工记,尤其是啊,这个皇家系的老熟人了,他爷爷是谁啊,土海土君文,那他爸爸呢,他爸爸呀,是诺敏诺忠诚称,那正所谓这虎父无犬子这名将家啊,哪能出了糊涂蛋呢? 哎,巧了,这座大营中的主帅马尔赛呀,还就是个糊涂蛋,眼瞧着,是个立功的机会,他不但没抓住,就在现在北京城里,奥林匹克公园,他才留下了一座无字大悲不信呢,您亲自过去,瞧瞧去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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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